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同唱一首歌这个单元节目 今天要介绍的这首赞美诗 首先来听一听那就是《良善天赋》 这首歌由来自House Fires敬拜团的Pat和Tony共同创作 诗歌主题是《上帝是好父亲》 两位创作者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才完成整首歌曲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觉得只用一个good 不足以形容天赋的良善 于是他们用了两个good 他们在歌中对天赋说 You are a good good father 下边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约书亚乐团翻唱的 中文版本的《良善天赋》 我曾听无数人在诉说你是怎样的深淡夜里 我却听见你温柔自爱声音对我说你喜悦我你永远都不离心 用一个good good father 就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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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所爱 就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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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世人不停在寻找人生的解答 但我却知道问题是只有你能够回答 在我还没开口你就知道我所求 你是你 我是你所爱 你就是我 我是你所爱 你就是你 我是你 你就是你 我是你所爱 熟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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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你是我完全的天赋 以你是我完全的天赋 以你是我完全的阿爸天赋 歌曲一开始就唱到 我曾听无数人在述说你是怎么样的神 朋友 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可能觉得那是神话故事里边的一个人物 或者认为那是外国人的神嘛 反正神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 也有一些人在听说过神的事之后 有一天就像歌中唱的 但夜里我却听见你温柔慈爱声音对我说 你喜悦我 你永远都不离弃 从此呢 这位神就与他们有关系了 神成了他们的神 成了他们的天赋 我的一位好友分享了自己和天赋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从小我最敬仰的人就是我的父亲 因为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都非常疼爱 而且无论在怎么的艰苦环境下 父亲都那么样的乐观 开朗 爸爸的这种品格一直影响着我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我时常都是乐观积极地面对各种人和事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我几乎被击垮了 先是突发重病 住进医院抢救 抢救过来之后 又开始各种手术治疗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我受到打击 我的婚姻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在得知我病重的那一天 我的老父亲第一时间从遥远的老家赶过来 在抢救室照顾我 接下来的治疗 老父亲也长时间地照顾我 在我面临着婚姻的压力 想着自己可能被厌烦 被抛弃 心里充满担心恐惧的时候 我的父亲悄悄地对我说 你不要担心害怕 你需要的时候 我随时都会帮你 爸爸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紧张的内心慢慢地放松下来 但是生活对我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呀 我的疾病没有完全治好的可能 一直会面临死亡的威胁 长期的经济压力和对死亡的恐惧 使得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压抑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好友带我们去了教会 我对教会其实不感兴趣 只是教会的人特别有爱 他们的惯爱能够暂时 缓解我内心的压力和痛苦 其实还有一点 教会陆陆续续地在经济方面帮助我 让我很不好意思不去教会 但是神却一直在息怒我去认识他 有一天 我突然看到圣经上的一段话 那是格林多前书 十三章四到八节的经文 如此说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看着这些经文 我忍不住 眼泪流出来 内心有个声音在呼喊 我要这样的爱 我也希望能给出这样的爱 我要受洗 我要成为基督徒 后来我真的很快就受洗了 真正的改变是在教会的门徒训练之后 门徒训练第一课 讲的是 神的恩典 有个比喻让我很震惊 那个比喻这样子说 基督徒是被耶稣拯救的罪人 我们的罪导致我们的灵性死亡 我们反抗背逆神 我们内心完全败坏 我们达不到神完全的标准 神的公义要求对罪一定要有惩罚 我们在最终的真实光景就像在湖中溺死的人 沉在水底 但是虽然 虽然罪人曾经是神的仇敌 耶稣还是潜入湖中 在湖底找到那已经溺死的罪人 奋力把死人拖出水面 然后又竭尽全力使死人复苏 并为此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震惊 我知道我面临的是肉体的死亡 但是我不知道 在我不认识神 不信靠神 不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之前 我的灵性是死亡的 我无法会应神对完全良善和圣洁的要求 因此耶稣才要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差的罪人 我的担心和害怕突然消失 像是一场球赛 我已经知道了 神和属神的人是必胜的一方 即使过程充满了艰辛和不义 我仍然充满喜乐和盼望 内心这样的喜乐和盼望 使得我对人对事的态度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抱怨不断减少 感恩不断增多 我的父亲在我痛苦难过时安慰了我 但天父却透过教会弟兄姐妹的爱 圣经的话语 耶稣的救赎 赐予我永远的安慰和盼望 你的爱是在太过奇妙时 我无法说明这难以理解的安息时 我无法测读你呼叫我 更深的你呼叫我 更深的你呼叫我 更深的沉浸在你爱里 你呼叫我 更深的你呼叫我 更深的你呼叫我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